寒冷的冬天很多人會想要吃餚 但是有時候可能因為哪吃哪說話 會確實吃太快結果沒消心解掉 這個時候有一個國際手勢可以來表達 變愛的人也要趕快來試試哈姆立克急救法 寒冷的冬天來一晚熱騰騰的餚子是一大鄉書 只是提示大家使用的過程還是要特別消心 除了片面哪吃哪說話 也要慢慢吃才不會沒消心解掉 大家在這個吃湯圓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是一個軟的東西 那在主角的時候如果沒有主角好 那同時在吃東西的時候 跟人家不同時間在做講話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發生就是 它馬上吞進去後就會塞住自己的這個氣管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立刻幫它做哈姆立克法 來做一個急救 讓它的那個湯圓可以從它的氣管裡面排出來 衣服更適有一個國際手勢 就是用手抓到自己的阿嬤棍 這個時候旁邊的人可以勾到它 用掃的風氣把食物掃出來 會正是採用哈姆立克急救法 國際手勢就是代表說它可能就是 喉嚨也被卡到然後這時候可以問它說 它現在情況怎樣可不可以說話 那如果不行的話就起來用咳嗽的方式 就是把它咳出來 如果真的還是不行的話 就是要做哈姆立克法 背後抱住它然後一手握拳 然後拇指對準肚臍與心窩的中心 然後另一手包住拳頭握緊 兩隻手快速由上向內 連續擠壓然後把義務排出 然後它這個原理就是說 它是從那個腹部橫隔下方 這邊去壓住 就是說讓胸內產生壓力 然後讓它把這個義務排出這樣子 哈姆立克急救法原理 是擠壓橫隔的腳 讓胸槍的壓力增加來排出食物 所以不然如果是可以再去騎 旁邊的人就可以從後面抱的 兩手連殺擠壓一直到食物排出來 既然本件看林英如先發起床報道